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尽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548期迷彩虎讲堂 我是你们中式的战友 虎牛露露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 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 最近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首次公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 中国的考古专家们 十几年来通过对浙江两主 山西陶寺 陕西时茅等众多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 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实证了 距今5800年前后 黄河 长江中下游 以及西辽河等区域 就已经出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迹象 这次的研究成果还将变入中小学教科书 未来还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遇灭齐国 先灭齐史 而此之前西方一直在说 我们商朝出土的高科技 比如青铜和战车 都是从西方两河地区带过来的 来否定贬低中国原生土生土长的文明 其实 距今大约有3800到3500年的二旅头 就有车车遗址 说明造车技术不是来源于西方 战车方面 中国的软马技术是优于西方的 青铜器方面 外来的可能性也很小 中国青铜器的配方和成分与西亚不一样 早在新时期时期 就有了红铜铃文物 5000年前就有了青铜刀 铜衣医治 甘肃马家窑附近 还有铜汁 等铸造残留物 说明中国青铜器都是在当地铸造的 但是 西方现在主流的理论就是 用西方的观点来解释东方中国的历史 用他们的话说 这是国际标准 更是国际管理 因为中国极为详尽的历史记载 已经把国内外的考古工作者给惯坏了 对于商朝以后的考古工作 中国能找到详细的文字记载和遗址 文物对照 而对于下朝来说 缺少文字记载自然就成了问题 一直以来 西方学界在历史研究上 对西方历史一般采用推论 既没有准确的历史记录 更没有准确的文字记载 也就是历史最可能是什么样 就推测是什么样 再加上一些神话故事佐证 又有一点差不多的证据 就可以成历史了 然后一年一年的不断添油加醋 谎言重复一千遍 也变成了真理 就拿米诺斯遗址来说吧 这个名称来源于古希腊神话的记载 米诺斯王国类似于夏 不同点在于夏更真实一点 米诺斯更虚幻一点 当西方人在古希腊发现遗址时 首先地点就对不上 因为古希腊的记载 根本就没有相对准确的地点 其次时间也对不上 因为古希腊的记载 也根本没有相对准确的时间 遗址里面更是没有发现了 米诺斯王国的文字和记载 但是这个遗址被命名为 米诺斯文明并广为流传 因为西方的经济优势和强大的话语权 演化为他们在制度上 政治上以及文明上的优势 认为西方希腊文明就是高于一切文明 对于中国历史也采取有罪推定的证据论 必须要有百分百的证据 所有史料完全对应 才勉为其难承认你一段历史 但凡找到一点点和西方不一样的地方 就垂毛求刺百般挑剔 相比之下 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文献就有关于下朝的记载 我们的祖先早在先秦典籍上书中 就记载了高陶摩干世的实践 西晋出土战国时期 魏国史书竹书纪年 也记载了下朝的历史 内容包括传承世袭重大事件 秦朝的旅士春秋中也记载了下书 中国所有的权威历史年表都有下 中国的国家籍下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下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 至今都展览着二厘头出土的下时代的同学 文物和考古也是一样 二厘头是时间和地点 都和史书对于下朝记载都对得上一个遗旨 考古界也倾向认为这里就是下都 但是由于没有确凿的文字证据 仅仅是存疑而不是确定 就凭这一点中国的考古工作就比西方严谨得多 前几年中国考古学家在二厘头遗址 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绿松石龙 它的长度有64厘米 大概有2000多片绿松石片相浅 这次的发现震惊了中国考古界 难道咱们的祖先真的养过龙 下朝真的存在吗 微信搜索米粉防顾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回复关键词龙的传人 一探究竟 而这次咱们的考古工作者就在陕西榆林市神木县 挖掘出下朝的特大城市 构建非常复杂 而且面积顶上半个榆林城 原始部落绝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诚然对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 毫无疑问并无优劣之分 正如人无论平复贵贱皆平等 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那段 没有被文字直接记载下来的历史 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对这段历史进行描述 从而填补了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段的空白 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上的空白 所以不管你西方承认或者不承认 夏朝就在那里 中华文明就在那里 不生不灭 不卑不喜 对于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尽沧桑与苦难 却从来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资金 最后虎牛推荐一款好玩的战争策略游戏给大家 游戏中玩家将通过文明进化 带领人类走向工业发达的核等时代 游戏风格写实 画面优美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人类的慢慢进化路